主要预设里面的词设计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预设是表格 也就是里面的话你可以转换你的表格 它表格有点像是把那个预设当资料表来用 表格式就是Table 意思是说它几个栏位 也就是几笔资料 不管说你将来你资料放进去之后 它会有个记录在 也就是如果你曾经放过资料 你即便把它清空 那一笔记录它还是把它保留在那个位置 除非说你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范围就把它改回 像刚刚的地方就把它转换回什么 它问你说是不是要把表格 把Table改成范围实际上就是Range 就是我们那个物件名称叫Range 改为是不是要把它改Range 那当然改成是之后的话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向下追踪的话 假设我这边资料把它删掉 这个多出来 那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资料 Ctrl向下 它就畅行无阻了 就会直接到1048576了 不过我们比较常用的应该还是用 所谓的那个这个范围 没有特别去格式的话 它不会变成表格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遇到刚刚那个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是 再把它转换回范围就可以 其他的话也许就是再做一个这个判断 OK 其他部分我想大概就是到这边了 那也许如果你资料 按下它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 假设 理论上是有资料 所以有资料的话就不用担一下 那把它改 假设有资料的话 按下它就通通帮我整合过来 再加个清除 大概 这个地方的重点大概在这里 所以把那个资料做合并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有关那个分割的部分 那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们法例档案里面 单元3主要是希望 希望把这个资料 我原来的设计是 要把它跟那个SS 或资料库做结合 不过 因为 目前来看 就是 第一个啦 讲SS花掉时间会蛮多的 甚至我里面还有 是讲到有关那个 MySQL的部分 也就是说 就是资料库部分 那资料库第一个 它的复杂度其实还蛮高的 但第二个的话 因为之前有同学上课 都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 目前 比较有需要的 主要在Excel上面 那资料库部分的话 可能用到的机会 没有那么大 OK 所以 变成说一个时间的取舍 也许我们 在看 如果大家 对于资料库的需求 主要还在Excel上应用的话 那也许我们就 多讲一些关于 把Excel当成资料库的应用 会花多一点的 那 SS部分的话 也许看 各位有没有需求 或有需求 就讲 如果没需求的话 也许我们就是看有时间在讲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补充 那 所以也许 这边的话 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单元3 所以我为什么直接跳到单元4 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然呢 如果要把那个什么 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 我要如何 针对这个资料 做查询的功能 因为资料库 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做查询资料的话 相当的方便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放资料库里面呢 有没有办法 也可以像放资料库里面一样 我可以很方便的做资料查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要放资料库做查询的话 可能你还要学会一个语言 叫SQL Execute OK 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Excel 来做这个资料的查询的话 需不需要用到SQL 当然不需要 用什么 用筛选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 你要如何用Excel 做出像 存取资料库一样 这样的方便 那我们以这一题 问题02 待会也许可以来试试看 那这一题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查资料 像这边里面的资料量 坎错像下 也许总共有一千多笔吧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 行李按照品名帮我分别分开来 也就是说里面有几个品名 你就帮我产生几个工作表 然后分别把他里面的资料 分别就分开 放在不同 比如说玩具就放玩具 这所有资料 查就放所有查 因为为什么要分别 针对不同的那个品名做报表 OK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个别的品名报表的话 那你需要先把资料分开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地区吧 如果先希望按照地区 那当然你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到底这边有几个地区 到底这里面有几个品名 所以第一件事 你必须先需要 把它留下 里面到底有几个这些资料的清单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得到不重复的清单 复制 还记得吧 切到这边来 做什么 资料里面做什么 移除重复就好了 有没有标题用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自动 帮你留下你品名 总共有五个 那也就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快速的一键完成 这些品名的个别工作表 这是应该怎么做 OK 第二个的话 如果今天需要地区的话 地区 那不就可以把这个地区 把它复制 也许在旁边 在贴上 一样做所谓的移除重复 应该移除 移除重复 扩大 扩大 全取 没有 目前的 一组重复 有 有没有标题 有标题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就留下四个地区 所以可能他 这家公司刚好有四家分公司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可以动态的 一键按下去 诶 品名 品名分类 自动就 品名自动就 五个工作表自动产生 资料就放过去的话 诶 该怎么做 那 地区的话 地区有四个地区 地区有四个 那当然你要按地区之前 可能要先把旧的 比如之前可能有品名 你可能要把品名的全部删掉 留下一个总表 诶 其他再把它放过来 诶 这个我想跟那个什么 班级茶群有没有 诶 有点类似哦 有没有 我们班级茶群不是一班二班三班 不是也是移除重复吗 然后呢 我们不是也是一样 诶 所以其实哦 诶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做第一件事情 把那个问题零二打开好了 然后呢先把分别按照什么 品名跟地区 先把它做移除重复 到H跟中间空一个空白栏好了 不过这一题好像在预设 只有编号好像只有编到1 所以待会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件事 自动自己再把这个编号 自己再编进去 因为这边 编号也可以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可能 也许它格式化成3 格式化成4 但我目前我觉得这不是很很复杂的东西 也许你就有个编号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什么 H 跟I 那我的需求是 当我按下某个按钮 品名分类好了 他就自动帮我把 五个工作表分别就建立起来 当我按下什么 地区分类的话 先把这些先什么 先删掉 然后再变成地区 1234 这要怎么做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其实答案 就跟上个礼拜做的班级查询 有点像 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 筛选 筛选 因为筛选太好用了 如果你筛选 假设你要筛选 筛选CD的话 CD不就出来了 你不就可以把这个CD放在哪里呢 放在新增工作表里面去就好 OK 所以其实这一题也等于有点像复习 上个礼拜做的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因为我发现工作里面太多状况 不外乎就是分分合合 那入门班大分就是单一个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那我们进阶班可能focus就是在跨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也许之后才会再讲到跨工作部的分分合合 什么叫工作部 就是你可能一个工作部一个easell档里面有很多个工作表 你假设要把它全部拆成一个工作表就放一个easell档 就一个工作部的话 那怎么做 所以后面其实可以衍生性还蛮多的 主要不外乎工作上面常常同学问的问题都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些练熟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很够用的 而且尽量我也不要多讲太多 因为我看到我在讲很多 第一个可能会占用很多时间在讲一些你们可能用不到的东西 第二个的话也许我就尽量就是 针对你们比较需要的部分做那个立体上练习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可以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问题02这一题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效果给做出来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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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